肺有病咽喉先知 当喉咙有这些情况 可不是咽炎 而是肺出了问题 肺有病咽喉先知 中医讲咽喉就是肺的门户 所以当肺出现问题时 通常会在喉咙有所表现 尤其是当喉咙出现这几种情况时 千万别把它当成咽炎 这多是肺向你发出的求救信号 首先第一种就是咽喉肿痛 经常发炎 如果你的嗓子经常发炎 而且发作起来就像吞刀片一样疼痛 吞口水喝水都是疼的 还总觉得口干口渴 身上燥热出汗多等 这种情况都是肺火旺盛 熏灼咽喉导致的 对此可以参考桑居饮来清热泄火 第二种是嗓子痰多 频繁咳嗽 稍微一咳嗽就会咳出清晰色 白的泡沫痰 或者粘痰 而且一受风或者受凉就会加重 平时还伴有怕冷 手脚冰凉 流青鼻涕 胸口闷 食欲不振 尿瓶等情况 这都是肺部受寒导致的 对此可以参考小青龙汤来温肺散寒 第三种 如果你感觉嗓子里总是有异物感 感觉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卡着 咳也咳不出来 咽也咽不下去 平时还伴有呼吸不畅 胸口闷 乏力容易累 咳嗽无力 便秘等情况 这多是因为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失常 肺气上泥导致的 对此可以参考三子养心汤来降肺气 第四种 如果你经常感觉嗓子干痒 老想咳嗽 有痰 但是不多 总想喝水 润润嗓子 而且声音嗓哑 平时还伴有口干舌燥 鼓心繁热 手脚心发热 失眠倒汗等情况 这多是因为肺音不足 虚火上炎导致的 对此可以参考沙身麦冬汤来滋阴润肺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文中涉及药物 请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我们下期再见